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議程 那我是小叮噹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這個Use GTK Plus Broway To Build a Virtual Desktop Environment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 我們實驗室在跑的一個計畫 這是我們在 我們實驗室在跑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是想要建立一個圓端環境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直接用 Browser去開我們的一個 原端的 架在這個Vertual Machine裡面的 原端桌面 或者是直接Asses裡面的 Connect 不需要再用一些RDB Tools 因為其實多裝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麻煩 好 那再來講一下 那簡單講 我想是不是大家 大概都聽過 Virtual Desktop 那可能像是Amazon 或者是像是 Windows的自我 他們都有提供一些IOS的Solution 那他們肯定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在上面 加一個Windows 或加一個Vertual System 那他可以透過 還有Command Line 或是透過一些像是 BNC 或是Windows的那個 每端桌面工具去登錄 那 我們在想 我們在 我們在跑這計畫的時候 我其實在想一問就是說 我們 有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其實 大家都知道Browser 現在很強大 其實可以跑很多東西 你可以跑get 你可以跑video decoder 那 其實你可以 HTML的 那個 出來之後 其實你看Browser 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在想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直接外browser 去 assess VM 那其實 大家可能知道是說 Chrome 它其實有提供那個 Remote Desktop的 Extension 那很多都用 或者是直接開Chrome的 剛好那Extension之後 大家開Chrome 就可以去 兩端桌面 你的另外一台的Windows 組織 那其實這還是 某種東西 它其實 還是 再加Extension 它其實還是高了一個 小小的 EV2 在Extension裡面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是一個 蠻純的一個 browser 就是一個 很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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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我不想要加更多的 Extension 有多辦法 那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就是 我們就可以直接 用一個 HTML support Browser 像是Chrome 或是VanaBox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開一個 原端桌面 或是開一個 原端App 那我們找了蠻多的 Solution 那最後 終於找到了一個 Solution 叫做 GTKS 這個Backend 好 那 我這邊簡單介紹 先簡單介紹它一下 那 GTKS 它其實是一個 簡單講就是一個 HTML的Backend 那 Backend 其實 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就是 就是 X11 就是平常在 Kalina System裡面 你的最底層的 繪圖的 就是X11 那 平常大家用的 在開GTK的路 就是開 X11 Backend 那 這個Rawait 是在 GTK Plus 3.2版之後 可以出了 一個新的Backend 那 簡單來說 它就是 看起來就是 它簡單來說就是 把一個 GTK Plus App 把它 放起來 當成一個 當成一個 server 那 你的 你就用 browser去開 那個零件 比如說零到 Xt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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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我們 然後 不能夠 然後就可以開起來 就可以 透過這個位置去 вр�性 去新種 Pierre 這個App 的一些 Windows 就會轉成 我們 甚就 而incont 目前來說 有흥傳頻 give γάbel o phe s 就是 Naz 消息 每次 好,再一次要到這裏 接下來在今天的報告裡面呢 我主要會跟大家介紹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我會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GPA++++要怎麼用 再來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個GPA++++到底是什麼做出來的 大概介紹一下 最後我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在我一開始所提到的 就是在我們實驗室的計劃裡面 我們只能把GPA++++++跟我們的 或者Desktop的報告做一個結合 好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跑一個GPA++++++ 那其實 就是基本上 因為現在Default它其實是沒有 沒有開這個選項的 所以它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自己去BuildSource 然後加上 這個SetEn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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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疊的時候去加這個 Synology下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用五方圖的環境 這樣其實變成了 只要加這個PPA 就能部分幫你把它 幫好成一個 Cuz 可以他去加入Vlog 然後去 crashedEnableekkab Mark mess 這可以了 這是一個比較 快的方法 接下來大家要介紹一下 cáнд 我們執行GDK Plus的一個APP 就像紅色這一條 我這邊字就是它的 你要打一場算的environment指令 最後就是APP 我把這三個environment放大 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GDK Backend 就是指定說 待會這次開起來的時候 你要用哪個Backend 如果不設的話 預測就是開X-11 如果這邊就是設定說 我要開Overend Backend 那下面兩個 我幫助Memory Memory Boxing 跟Live Overlays Live Boxing 的地方就是把它Decel 把它Decel掉 不要亂 我們那個 不會彈起來 為什麼會選Board 那我這邊跟大家 請來聯合一下 看大概什麼 好 下面怎麼樣 一個 要適合 那我幫助Memory 在那邊 可以說 好 請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就是执行一个GID的指令 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去开 最主要就是设定 指定我的Backend Pro 好 那我现在用他的browser 开启它 OK 那就是开启我GID的指令 那我就可以做一些像是挺好的编辑 然后说 然后把它变化之后 我可以再把它铺下来 ok 把它铺下来 把它铺下去 把它锡下来 然后把它铺下来 然后开下来 ok 像这样 那我也可以開一些像其他的App 比如說像我可以開一個 我可以在裡面再開一個窗戶 我可以在一個這個時候 我可以用一個去這個 然後這個時候 我可以這樣拿來拿去 然後我就可以去那一個 下面我可以去那一個 或者是我也可以開一個 開一個臺的夥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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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就是开起来 大不了多事 那就可以 大家可以 做一些事情 呃 要保存起来 这样子 好 那 基本上它预设开起来会是 8080后 8080后 那如果要去设定它呢 要开哪个后的话 可以再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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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请去再加一个 broad display 然后后面去指定它 它要拍在你后上 然后 左边去 左边就可以开在 8080后上 好 这样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 把不同的app 拍在不同的port上面 那所以就是 基本上靠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 使用browser 去 i-sess 这样子的 呃 可以弄的 就是gdk part 3 可以做另一行进 然后可以去i-sess 上的app 或者是 利用 如果像开特命 之后 可以再去做一些 像电影啊 施壓动作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吧 那这就是我刚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就是在 如果老板 它开在部分后上面 就是再加这样一个阐述 好 那介绍到 那 Broadway的那个 呃 大概使用点来说到 我们讲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它 这个Broadway backgame 它到底是用什么 去实现的 好 那 基本上呢 Broadway backgame 它基本上中间 它的可能可以走自web-stopping 走自web-stopping 那在serve site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把 AQB的一个window 我们显示的 视窗的部分 它 用那个Canvas 它转移 Canvas Ellen的操作 那如果 有些画面更新的话 就是 把一些画面的资料 放在Screen 都可以来 那送到 ClineSide的部分 那ClineSide的部分呢 它其实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它去在那个 在Broadway上 那边去 放一些DOM 那 我就可以去Capture 一些User 比如说 像是 我们的Mouse 或者是我们的Keyboard Keystroke 这样子 那就可以把这些 影片抓起来 然后把这些影片 再把置到serve site的部分 那 这边其实 更要再详细一点 那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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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这边是 我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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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那 那一开始呢 我去 我先开一个 那 他其实 一开始我先做点 第一个是 影像我的 呃 呃 呃 Ontman 26 那个 当我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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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去連那個8080的ホーム 那這時候呢 我保持他會下載一個叫broadway.js的 他們寫的script 那在這個dropscript裡面呢 他會去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去 send一些Web Reve Handle 包含Open跟Unclosed 和Unmessage部分 Unmessage部分就是去 接收我們兩個Server 會傳的一些Message 那另外他也去send一些 動力Reve Handle 然後去處理說 使用者如果他去做Mouse的 到或是去 小箭本之類的 都會去做 那接下來呢 我的 那我當我的 當我的 Rowser Connect之後 他就用操績 那個Unopened 他去establish Web Subintention 那我的 SendSign就會把 我的Woodle畫面 他換直接做的是M 然後傳回來 那當我傳回來的時候呢 這是剛剛我註冊的Unmessage 那 那個 Evendation 都會去 Handle這個部分 然後去把 這個 指定接管 然後把它轉成 畫面輸出 那 當使用者去做一個 呃 呃 那個 那個 Temple的一些 指定抓到的時候呢 他就會 也會用 WoodleSendSign一樣 在我們設路段 那你設路段 去做工具的處理 那 資料解釋 會在 Hop Game Hop Game 那這邊 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 呃 這個部分 我雖然是 直接試試看 像是傳一個SendSign 那它其實 只能是可以SendSign 是傳送 因為它是在SendSign 那 這個分心其實是可以 其實那時候 就需要去定型 用定型 Woodle的方式去做 好 那 大概介紹完它的 結果 我們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在 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到底是怎麼去解釋 這樣子 這樣的 技術 那 這是我們的 呃 比較基於演辦事的 那就是 簡單來說 這是我們其實架了一個小小的 呃 無端環境在我們的 實驗室裡面 那我們最主要是 想要提供那個 Woodle的 Woodle的 那 就是想要用 browser 去做 我的 access工具 不需要做任何 很容易處理 好 那在最右邊這邊 complete cluster 就是 跑逼演的 語訊部分的這個地方 那中間的 web server 就是 我們做一個使用者 登錄的畫面 然後同時 你的 使用者在操作的界面 在web browser上面 包含了 去拍 virtual 語訊 或是 在這個影片裡面 做一個比較小的 一個編輯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好 那中間呢 補塑射文 基本上就是做一個 管理的 vizcode 語訊 部分 然後同時它也包含 包括PASS一些 或者使用者的一些 討論 像是開哪個 開哪個 在哪一次 rachim key上面 開哪個程式 或者是透文 或者是做PASS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其實 我們遭遇一些問題 那如果 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 PORMAND的部分 那 最主要問題其實在於說 剛剛 剛剛在最前面的時候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我如果今天要開 附屬的程式的話 我們要開兩次 附屬的程式的話 我要 我要去 手動去指定它的POR 像在這裏 去指定它的POR 那如果我前面後面 有人說 或者是我不知道 它到我們這程式死掉 我沒有什麼 那開下一個程式 我們就會衝到 因為我們上海的POR 那所以 我們這邊 這邊我們就做了一個 後面來 就是去管理說 我們今天這程式開起來 它跟我們要的POR 那到這裏 GTKPLUS APP 掛掉之後 那 我會去有一個 NABD門去監控它 然後去 我們這次POR 那另外 在 另外在DNADD門這部分 這邊有一個奧特這邊 我們也 Lauter這邊 我們也架了一個小小的 DNAD門 就做POR 因為我們整個環境 是架在一個 5MD下面 所以 這邊的POR 那如果我們 User要 access 我們的DNAD門 在這個Lauter 要做一個PORMANP的部分 那 所以我們這邊 也架了一個 另一個DNAD門 去管理說成 管理PORMANP 把它讓使用這邊 從Hotin Network 然後去DNAD MD到我們的 5MD裡面 那 這邊就是我們 一個小小的DNAD 那 很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DNAD 因為我們學奧系 把今天停電 所以 很久 那 不過沒關係 不過 最後一個 小小的DNAD 他 有話 等一下 怎樣 怎樣 你還有 啊 謝謝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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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這是我們架了 一個小小的網站 那 這邊 前面這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的 什麼樣子 我們 我們希望在路上 我們可以去設定 開啟一個 就是你要去 去 可以得到一個 那 這邊我們指定說 我們要去開一個 VCPU 然後那個Megabyte memory 開啟 好 那 那 當我的 分數都去排好之後 我們去點選這個分數裡 去 那 就會 一個 這個 呃 我背直行的 會說 那個 VAP的行單 還是這個地方 那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去點擊 然後 我覺得自動在 我去點它 就可以自動在 補免市場 掏出一個新的 畫面 然後去點擊 好 那 我們在這下面呢 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 呃 像那個 Windows 那個 除了化的完全關鍵 所以我們開啟了 完全關鍵 然後我們待會 就算我們待會 EN關掉之後 那我在這邊開啟 我其實裡面的 那個 VAP沒有關掉 我其實還是可以再 重新去點擊 這個 VAP就可以重新開啟 好 那就是 好 好 那 最後在這邊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看起來 這是GTS 不知道什麼 它其實看起來 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它其實沒有 那 它還是有界限制存在 那 第一個最大限制就是 其實就是 你 大家都知道 從GTS2 GTS2到GTS3 其實中間 放得很大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要能夠整 好 GTS3 GTS3 如果會的話 那基本上 你的 要完全的配上GTS3 那 這樣代表就是說 除了很舊的 舊時代的程式 使用GTS3寫的程式 基本上 雖然說 目前大部分的 比較大型的一些 方法 像是 TradleOffice 或是 它 都有在 每個地方都會 每個地方都會做得到GTS3 那 但是因為 鍋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 大部分他們在預設的時候 都還是 比方說 你拿到一個 你當作的 很多 Standing list 看到大部分app 比如說 就是 用GTS3 那如果 你想要 enable 多位置 多位置 不好意思 還是要 downloads 在 便宜的時候 去 enable 自己安裝 然後 都去 好 剛剛 突然在 這個 demo 那 最後還有另外 最大一個限制 就是 不知道什麼部分 那 剛剛demo的時候 是用 bibox 那 基本上 bibox 算是 支援的最好的部分 那 Chrome的部分的話 我之前在 GTS3 GTS3 3.4版的時候 通知面還不錯 但是後來 換到 3.6.4版的時候 就廢不掉了 就是 畫面開啟的時候 看不到很多 開到FIF 就看不到他的畫面 所以我還在想知道 那就是 GTS3的部分 那 mobile版的部分的話 不好意思 很悲劇 就是 全部開不起來 其實開得起來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我 比方說 像我開一個 calculate 我點下去的時候 我要檔字 我的virtual的 keyboard 掉不出來 那是 所以 除非你的 平板可以再接一個 檔 比方說像是 transformer 那 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用 這樣 才可以用去到什麼 所以 另外一個 會不會的 其實可以一定的 要不然 如果你只是單純用 補版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只能用 花束點擊 所有的鍵盤 的部分 可以使用 來可以接 那 不過其實他們 GTS3 他們的 團隊其實有不斷的 代理 其實 在3.8 最近 推出3.8裡面 其實還加一些 新的一些功能 像是 還有 可以做一些 PASSFOR CONFECTION 像我用 AXS 其實都沒有 一些PASSFOR CONFECTION 可以 避免說 別人去 AXS 另外的部分 就是 在剛剛電路裡面 其實大家 都有看到說 一個POD 都只能開 App 那在3.8裡面 就支援說 我們在 單一個POD 可以再多個App 多個App 那這樣意思會代表 就是說 像我剛剛 如果我去開 我在電路下面 可以去開一支 POD 有新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在3.8 裡面 在電路上面 開一支POD 再開另外一支POD 這樣是可以實行 那其實在3.8 你會說 有新的方式 好 那之後是 我們工具的部分 那 其實在這部分 我們應該其實 遇到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 目前去電話數 以為 就是 目前代表 是還沒有整 但我們要 電話數 支援的還算小 還算是算少數 對 所以其實 就來看 我們要知道 什麼來看吧 還有 如果想要 想要貼特殊的工法 我們要出去雙架 這樣子 那 那 第二部分 其實就是 我們 我們後來測出 我們稍微做完之後 我們還在想說 這東西的 POD 跟傳統的 POD 做我們 DX做的地方 這樣子 POD 這其實是 我們最近在看 你的問題 那另外 就是 安全的問題 就是 畢竟我們這個連結 並沒有任何的 一個安全保護 那 如果 我今天 不小心斷線 每個人想說 一切 那他就 應該才知道 我們做得很快 那 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今天要想要 把 做出什麼 這樣子的 密關的 環境化 那 這場是我們 最近要分裂的 那 如果 我們計劃 這才會繼續 讓兩句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 黃色道具的 網站 那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的 企劃 所以我們 然後我們要背後 要在方面 可以去放一些資料 那 各位 沒差 對我們 還是把一些 我建議 搜索包 我們去 那 我們也會把一些 我們適能東西 放上去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幫你們跟我們討論 就是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要找到 來兩句 我對我們的 有問題 沒有分裂去 就是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它在 server 端 才會要把 一些原本 要顯示在 畫面上 中間 先轉換成 HTNR5的那個 那個 那在這部分 它會 耗掉大概 多少的資料 就是 會不會 就是 很誇張 因為它才有存在 我會想 是沒有實際側過 是沒有實際側過 但是 我有拍過大概實際的 比較適合 其實是問題 就是 社會的 因為 然後 看一下 它不是 看起來很好 但實際上 如果它是側過 會是很大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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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有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早就 謝謝 謝謝